由民间自主举办的花莲甜点票选活动 在超过5000位花莲民众积极参与之下 网路票选出25间在地人气甜点店 27号下午在圆百花莲店前广场举行了前10名的颁奖典礼 现场市集聚集多家人气甜点 完成任务的民众可以免费获得特色红包带 现场非常热闹 Unilife在地社群平台在网路上开创花莲人排排站社团 去年举办了2023花莲便当节 今年与远东百货花莲店合作举办Unilife 有林生活节继2023甜点人气大赏颁奖典礼 由超过5000位花莲民众提名 透过评分机制和公开投票 选出25间在地人气甜点店 27日举行前10名颁奖 为期两天的甜点市集 首日就吸引不少民众前来品尝 那过去有便当节 那还有甜点的 现在有甜点 那我们希望花莲有很多好吃美好的东西 都可以来带给来到花莲观光的朋友们来享用 那也希望每一个店家 在花莲能够持续经营下去 为了变成每一家的百年老店 为了能够最大的彰显出我们花莲市 我们花莲这边在地的这些美食店家的特色 我们都邀请了很多我们花莲在地的民众 一起来参与投票 所以可以很开心地告诉大家 我们两次的便当节加甜点人气大赏 加起来有超过一万位的花莲人投票 那根据我们的整个相关的脸书上网路的触及 我们这次甜点人气大赏的总触及 甚至达到了高达一百万次 所以其实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 让更多人都认识到我们花莲在地的甜点 其实我们这一次的 这个甜点人气大赏的榜单公布之后 我们发现到 其实除了很多花莲在地的民众 他们会分享会收集之外 更让我们惊喜的时候 有些外地的游客 他们开始在我们的留言区下面 他说下次来花莲的时候 就跟着这个榜单一起吃 所以其实我觉得 这也是我们这次榜单的一个 我们自己觉得一个价值吧 因为其实我们的25间的人气甜点店家里面 有一些是花莲在地 已经经营很久的这个人气甜点店 但也有一些是这几年新开的一些新的人气店家 所以我们是想要透过这样的方式 让花莲的所有的店家都能够被大家看见 透过人气甜点的活动 让更多民众在花莲吃吃喝喝更方便 人气第一名由边境发市点心访获得 第二名由找到了可送拿下 第三名则是来自玉里镇的九日凉田 现场也提供民众优惠 以及年度关键字特色红包 接班透过活动 为此将到来的春节假期 提供民众更多来花莲采点的特色店家 同时也加深花莲商村发展 记者讲帮言华理事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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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注射 大费